这篇文章是有关于环保篇的《智慧水平》 这是一不错的一篇文章 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Water pollution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个是主题剧 它说水污染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在哪里?在美国 Unsafe levels of toxic chemicals linked to cancer have been found in the drinking water of 33 states 句子那么长 主词在那边 Unsafe level Unsafe level就是不安全的一个level level就是层次到什么程度 什么不安全的程度啊 后面就片语出来了 of toxic chemicals toxic chemicals就是有毒的那些化学物质 已经达到一个很不安全的level程度了 那同学可能一看到这个link to link to好像是动词 可是后面又是一个动词 碰到这种句型 通常动词是在后面 前面就是我们讲过的 过去分词片语 所以主词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有毒的那些化学的物品 已经在水中已经达到一个很不安全的程度了 这个情形已经被发现了 这是动词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过去分词片语 过去分词片语 反正片语大部分都是要来修饰前面的名词 这个就讲前面的toxic chemical 有毒的化学物质 那这些有毒的化学物质是 跟什么有关联的 link to就是跟什么有连结 跟什么有关联啊 跟cancer跟癌症有连结有关联 那表示说啊 这些有毒的化学物品啊 会造成癌症的 已经到不安全的程度了 那这个情况已经被发现了 在哪里in the drinking water 在这个饮用水里面被发现 受污染的程度呢 已经达到不安全的地步 会造成人们的癌症了 什么地方of 33 33周在美国有33周的 这个饮用水里面 已经有被发现到 会有很多是会造成癌症的 那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 所以我们主词在这里 动词在这里 其他小瓜夫都是片鱼 to solve the problem 表目的 表目的 不定词 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 Eric Lee Eric Lee 这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是谁 因为主词在这里 动词在后面 has developed 已经这个 developed就是发展出来 或者是什么啊 创作出来 也可以翻成 创造出 好 the world's first smart water bottle 全世界 第一个 smart是智慧的 water bottle水平 所以 你看 他就发明出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所以 主词在这边 动词在这边 主词后面 你看有逗点 逗点 这个逗点 逗点中间的 这个 就是 插路的 一个语词 目的就是要来修饰 Eric Lee 也就是同位于 这个是同位于 这个人 就是 the founder founder 就是 创立人 and CEO of ECOMO ECOMO 这是一个 公司的一个名字 CEO 就是执行长 这个公司的 执行长 他又是 社利人 好 他的名字 就叫Eric Lee 所以 这两个 是 同位于 的关系 同位于就是 A就是B B就是A 这两个身份 是相同的 Ok 这是第一段的 一个结构分析 现在我们来看 题目 第一题 What is the passage mainly about 好的 这一段 主要是 讲什么 关于什么的 一个段落 A 看看 to show the process 它是要来 呈现出来 这个过程 什么过程 of making clean water 第二 来制造出干净水的那些过程 不对 因为前面讲 这个人 他 这个发明出来了 全世界第一个 智慧型的一个水平 那么就是一个新的产品 所以第二个应该是正确 to introduce 要来介绍 一个product 产品 什么产品 let keep water clean 这个let 到后面就是关系子具 来说明这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 let就是代替产品 这个产品呢 会keep water clean 使得那个水干净 第三个 to examine 是要来检查一下 检测一下 how much water to drink per day per day是每一天 要喝多少量的水 第四个 to describe 要来描述 要来描写 the way 这个方法 什么方法 后面又是一个不定词片语 to protect water sources 来保护water sources 就是水支援 保护水支援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一段讲完了 应该最合乎内容的 就是第二个 要来介绍一个新的产品 那这个产品呢 就是智慧型的水平 它可以使得那个水很干净 这是第一题的 第二题我们看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根据这个段落 what does Eric do 好 what do 就是指 他是做什么行业的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前面就已经讲过了嘛 对不对 他是创立人 也就是ECOMO这个公司的执行长 好 创立人 兼执行长 所以A的答案是说 he teaches chemistry 他教化学 不是 第二个 he sells LED monitor Monitor 他专门卖那个LED的Monitor Monitor Monitor就是 我们讲的 会扫描的那些仪器 好 扫描机 检测机 第三 he writes new oligos 他写新的文章 第四 he developed new products 他这个创设出来 那么他发展出新的产品 没错 这个就是跟文章有关联的一个答案 是应该第四个 他发明了这个智慧型的什么水平 好 这是有关第一个部分 智慧水平的内容的大纲跟结构分析